在布里斯班这个当代世界级城市里有许多特别的城区 其中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 这里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靠近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中心是个极好的新城区 作为布里斯班发展最快的走廊之一的重要新成员 追求大都市生活的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现在一个难得的机遇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是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最新杰作 这家公司专家一流成绩斐然 在短短的三年中 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设计开发并推向市场 七座高层公寓而且销量第一 三座大都市房地产开发的公寓曾经一度在同一个月中 越居布里斯班公寓销售排行榜前三家 其中有一座公寓在短短八周内就销售一空 近日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又一次赢得了一个备受业界瞩目的销售大奖 一路走来 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业界获得了应得的尊敬 并以其精湛的专业水平而声名卓越 除了布里斯班 他还在澳洲其他省会城市 如墨尔本、阿德雷德、珀斯等地开展业务 现如今他的资产投资总额超过了10亿澳元 主导这一创新公司发展的 是三位澳大利亚最有经验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是David Devine、Ken Woodley和Luc Hartman 在先前的创业中 他们从一个小型房地产公司发展成为澳洲500强企业 Devine责任有限公司 今天这个富有实践经验的私有公司 能够在最热门的地段 确定、规划、开发并销售最高端的房地产项目 他们对项目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严格的评估 并将项目确定在仅靠主要公交线路的附近 他们的目标是提高投资者和自助业主的潜在回报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种趋于本能的对房地产行业及买家需求的理解 这种理解来自于他们三人合在一起近70多年的业内经验 Newstead塔楼正是他们对这一理解的右翼范例 它的正对面是Newstead城区价值20亿澳元的River Park发展项目 这里将有17公顷的河岸社区 有1700平米的零售及商业专有区 7座建筑囊括了103500平米商业专有用地和750套公寓 这座价值1.7亿澳元的Newstead塔楼 是由享誉全球的建筑师Woods Bagget设计的 它占地4194平方米 这座双塔建筑拥有314套一室、两室及三室的公寓套房 包括174平米的一层零售商铺空间 其中也规划了一片洋溢着翠绿的植物花坛 规划还包括了一个游泳馆、沙漏池和一个人工沙滩 引人注目的高品质的内幕装潢、宽敞的设计 体现了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设计理念 室内的台面用的是时尚的人工大理石 电器则采用的是实用的高品质的德国海弗勒品牌 或是其他同等质量的品牌 特殊定制的橱柜、样式优雅、易于维护 一些公寓采用了冬季花园式设计理念 特别适合布里斯般亚热带的生活方式 可开关的窗户是以生活区的宽度为标准设计的 以最大限度提高您的内部生活空间和自然通风 所有公寓的特点都突出便利和舒适的生活 它的现代化标准当然包括安全系统、人工大理石台面、互联网 以及中央空调等等 南部和东北部可以看到梦幻般的布里斯班河 及远处的市郊全景 Newsted塔楼恰好处在住房需求日益增长的地段 这是一个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巨大发展的生机勃勃的市区 Newsted街区在内城区的位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商家、零售商和住户 从这里去机场、火车站及其他交通主干道都非常方便 另一个巨大的好处是它紧挨着位于Fortitude Valley的Jane Star街和Emporian街区 那里拥有高档的商店、咖啡馆和餐厅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座当代世界级城市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在这座城市里Newsted街区的建筑业正蓬勃地发展着 因为距离布里斯班商业中心只有两公里 这里的住房特别抢手 这里的平均房价是103.2万澳元 而布里斯班的整体平均房价是53.825万澳元 Newsted塔楼的公寓房的平均价格为70.2万澳元 超出了这座城市的48万澳元的平均价 Newsted地区的公寓房价格在2013年1月至9月上涨了11.2% 从2012年3月的市场低谷到现在上涨了22% 在过去10年当中,公寓房的价格上涨了7.4% Newsted所在的邮边地区的公寓出租势头依然强劲 这里的租金比布里斯班的整体价位高出24% 一居室每周租金385澳元 两居室每周租金490澳元 有迹象表明 在邮边4006地区的新楼的价格 比布里斯班市政府地区的平均房价高出31% 公寓房居住形式占据主流之后 需求就非常强烈 而其中大约有88%的住户为租户 除了具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以外 Newsted地区还拥有关键的交通基础设施 这里连接室内交通网十分便利 附近还有布里斯班九富盛名的中小学 以及成人院校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住在离上班近的地方 不愿意因堵车而浪费时间 住在Newsted塔楼里 步行上下班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大量的企业和员工 正在迅速地涌入这个商业走廊 随着许多公司寻求商业中心的边缘业务 大约有20座商业建筑正在兴建 特别是在Fortitude Valley地区 据大型房地产调查公司 OBIS的报告显示 目前在Newsted Fortitude Valley Bornhill以及Hurston的办公空间 共有43万9千平方米 另有50500平米正在建设中 实际上另建25万平方米的方案已经出台 它将容纳额外的25000名就业者 其中很多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 Newsted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 无论步行去哪里都很方便 它减少了路上的时间 增强了人们在平衡工作与生活方面的潜力 OBIS还预测将来这一地区还会继续改善 为了这一地区的持续完善 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将为公寓买主提供重要的支持 其中也包括20万澳元的租金让利活动 本公司代表买家积极地刊登出租广告 目的是为买主尽可能早地找到合适的租户 这是本公司在开发优质项目时持续追求的又一典范 在这一地区对市中心公寓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这一需求是在这个世界级城市的推动下形成的 对于许多房地产观察家来说 Newsted塔楼被看作是建筑风格和建筑质量的新坐标 在布里斯班 这个当代世界级城市里有许多特别的城区 其中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 这里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 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靠近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中心 是个极好的新城区 作为布里斯班发展最快的走廊之一的重要新成员 追求大都市生活的人们 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现在一个难得的机遇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是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最新杰作 这家公司专家一流 成绩斐人 在短短的三年中 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设计开发并推向市场 七座高层公寓而且销量第一 三座大都市房地产开发的公寓曾经一度在同一个月中 跃居布里斯班公寓销售排行榜前三家 其中有一座公寓在短短八周内就销售一空 近日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又一次赢得了一个备受业界瞩目的销售大奖 一路走来 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业界获得了应得的尊敬 并以其精湛的专业水平而声名卓越 除了布里斯班 他还在澳洲其他省会城市 如墨尔本、阿德雷德、珀斯等地开展业务 现如今 他的资产投资总额超过了十亿澳元 主导这一创新公司发展的 是三位澳大利亚最有经验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是David Devine、Ken Woodley和Luc Hartman 在先前的创业中 他们从一个小型房地产公司发展成为澳洲500强企业 Devine责任有限公司 今天这个富有实践经验的私有公司 能够在最热门的地段 确定、规划、开发并销售最高端的房地产项目 他们对项目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严格的评估 并将项目确定在仅靠主要公交线路的附近 他们的目标是提高投资者和自助业主的潜在回报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趋于本能的对房地产行业及买家需求的理解 这种理解来自于他们三人合在一起近70多年的业内经验 Newstead塔楼正是他们对这一理解的右翼范例 它的正对面是Newstead城区价值20亿澳元的River Park发展项目 这里将由17公顷的河岸社区 有1700平米的零售及商业专有区 7座建筑囊括了103500平米商业专有用地和750套公寓 这座价值1.7亿澳元的Newstead塔楼 是由享誉全球的建筑师Woods Baggett设计的 它占地4194平方米 这座双塔建筑拥有314套一室、两室及三室的公寓套房 包括174平米的一层零售商铺空间 其中也规划了一片洋溢着翠绿的植物花坛 规划还包括了一个游泳馆、沙漏池和一个人工沙滩 引人注目的高品质的内幕装潢、宽敞的设计 体现了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设计理念 室内的台面用的是时尚的人工大理石 电器则采用的是实用的高品质的德国海弗勒品牌 或是其他同等质量的品牌 特殊定制的橱柜样式优雅、易于维护 一些公寓采用了冬季花园式设计理念 特别适合布里斯班亚热带的生活方式 可开关的窗户是以生活区的宽度为标准设计的 以最大限度提高您的内部生活空间和自然通风 所有公寓的特点都突出便利和舒适的生活 它的现代化标准当然包括安全系统 人工大理石台面、互联网以及中央空调等等 南部和东北部可以看到梦幻般的布里斯班河 及远处的市郊全境 Newsted塔楼恰好处在住房需求日益增长的地段 这是一个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巨大发展的生机勃勃的市区 Newsted街区在内城区的位置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商家、零售商和住户 从这里去机场、火车站及其他交通主干道 都非常方便 另一个巨大的好处是它紧挨着 位于Fortitude Valley的Jane Star街和Emporian街区 那里拥有高档的商店、咖啡馆和餐厅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座当代世界级城市 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在这座城市里 Newsted街区的建筑业正蓬勃地发展着 因为距离布里斯班商业中心只有两公里 这里的住房特别抢手 这里的平均房价是103.2万澳元 而布里斯班的整体平均房价是53.825万澳元 Newsted塔楼的公寓房的平均价格为70.2万澳元 超出了周座城市的48万澳元的平均价 Newsted地区的公寓房价格在2013年1月至9月上涨了11.2% 从2012年3月的市场低谷到现在上涨了22% 在过去10年当中 公寓房的价格上涨了7.4% Newsted所在的邮边地区的公寓出租势头依然强劲 这里的租金比布里斯班的整体价位 高出24% 一居室每周租金385澳元 两居室每周租金490澳元 有迹象表明 在邮边4006地区的新楼的价格 比布里斯班市政府地区的平均房价高出31% 公寓房居住形式占据主流之后 需求就非常强烈 而其中大约有88%的住户为租户 除了具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以外 Newsted地区还拥有关键的交通基础设施 这里连接室内交通网十分便利 附近还有布里斯班九富盛名的中小学 以及成人院校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住在离上班近的地方 不愿意因堵车而浪费时间 住在Newsted塔楼里 步行上下班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大量的企业和员工正在迅速地涌入这个商业走廊 随着许多公司寻求商业中心的边缘业务 大约有20座商业建筑正在兴建 特别是在Fortitude Valley的地区 据大型房地产调查公司 Urbest的报告显示 目前在Newsted, Fortitude Valley, Bourne Hill 以及Hurston的办公空间 共有439,000平方米 另有50,500平米正在建设中 实际上另建25万平方米的方案已经出台 它将容纳额外的25,000名就业者 其中很多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 Newsted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 无论步行去哪里都很方便 它减少了路上的时间 增强了人们在平衡工作与生活方面的潜力 Urbest还预测将来这一地区还会继续改善 为了这一地区的持续完善 大都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将为公寓买主提供重要的支持 其中也包括20万澳元的租金让利活动 本公司代表买家积极地刊登出租广告 目的是为买主尽可能早地找到合适的租户 这是本公司在开发优质项目时持续追求的又一典范 在这一地区对市中心公寓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这一需求是在这个世界级城市的推动下形成的 对于许多房地产观察家来说 Newsted塔楼被看作是建筑风格和建筑质量的新坐标 EEEAND EAND 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